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领得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呼吸道疾病一直困扰着很多朋友 经常会出现咳嗽的症状 喉咙里倒是有痰 嗓子里的痰涂涂也涂不完 还是稀白稀白的泡沫痰白稀痰 有时候还有些年 怎么办,站着难受,坐着难受 躺着也难受,实在是痛苦 那我们的痰从何而来 常说怪病皆有痰作罪 痰随着我们的气血运行 到达全身各个地方 影响到了我们的气血通畅 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 比如很多人常有咳嗽的症状 再严重一点,有些人除了有痰吐不完 有时候稍微吹一点风,瘦一点量 就加重症状 觉得有痰,堵在胸口闷得慌 为了处置一口痰 大家平时是不是吃了不少化痰的药 但还是除不干净 尤其是年纪大了的人 一到天气凉的时候更是遭罪 就是因为阳虚体寒了 身上有寒气阻导我们身上的氧气 我们身上的湿老是不能变干 还容易积极在一起 形成痰隐痰灵 造成众多疾病 对于这种情况 当然是要温废化痰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名方 化掉全身之痰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五颗橙皮 橙皮性温 服用之后有很好的通气 健脾 解腻 化痰 还有脂藕等作用 如果出现咳嗽痰多 食欲不正 或者是消化不良 等等的胃部疾病时候 将适量的橙皮泡水喝 可以很好的促进身体恢复健康 第二 可以美容养颜 橘子皮中含有达量 有率身体健康的维生素C 以及香精油 可以将橘子皮 下干之后和茶叶及服用 这样冲泡 可以起到提升通气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令气味更加的清香 另外服用橙皮之后 能够很好的将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 这样 能够更好的促进体内内循环的协调 皮肤也会越来越好 人也会越来越漂亮 第三 如果身体出现了感冒 并且伴随咳嗽的情况 可以将新鲜的橙皮 放入锅中用水煎煮 随后加入少量的白糖服用 这样不仅能够帮助身体发汗 同时还能够加快身体恢复健康 四 橙皮所含的挥发油有刺激性 被动去痰的作用 使痰液易可出 橙皮肩剂对支气管炎 有微弱的扩张作用 橙皮清洗干净之后 放在一旁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螺汗果 螺汗果是一种功效食物 有利我们的身体健康 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螺汗果泡水饮用 那螺汗果泡水的功效有哪些呢 第一 可以清烟力喉 螺汗果有清烟力喉的作用 特别适合平时讲话多的人使用 如果你咽喉感觉不适 可以每天用三分之一的螺汗果 开水冲泡饮用 螺汗果还对慢性咽喉炎者有帮助 慢性咽喉炎患者 可以每个星期服用一个螺汗果泡茶 对嗓子进行保养 第二 将血糖 螺汗果酸是甜的 但它却不产生热量 因为这种甜味来自于三甜的化合物 非常适合高血压 糖尿病的人群适用 还能起到抗癌的作用 另外 螺汗果中的糖袋 还具有降血糖的功效 第三 可以清热量血 因为螺汗果性凉微干 有清热量血的作用 对于坦热 咳嗽 肺热的热病患者 初期或者后期服用螺汗果泡水 可以清热 现火生精止咳 止咳化痰 螺汗果清洗干净之后 把它捏碎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把橙皮螺汗果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盖上盖子 开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再转小火煮3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准备一个苹果 俗话说 一天吃一个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具有多种去病养生的功效 是美容养颜的佳品 苹果中还有葡萄糖 骨糖 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E 钙 以及苹果酸 柠檬酸 还有钾和钠等等 苹果所含的营养 既全面又容易被人体消化 吸收 适合各类人群使用 多吃苹果 对身体好处多多 第一 苹果中的果胶和纤维素 有吸收细菌和毒素的作用 能力长止泻 每天早晚空腹 各吃一个苹果 就可以见晓 第二 可以预防糖尿病 苹果所含的果胶 能防止胆固醇真高 减少血糖的含量 适量吃苹果 对防止糖尿病 有一定的作用 第三 防止高血压 苹果中 含有较多的钾 较少的钠 苹果中的钾 能与体内过射的钠结合 使之排出体外 第四 可以增进食欲 苹果中 所含的溶解性磷和铁 易于消化和吸收 第五 可以防止贫瘀 经常吃苹果 能够增加血色素 使皮肤变得细白 红润 用苹果治疗贫瘀可以生吃 也可以烤手吃 第六 可以减肥 苹果中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苹果酸 能促使基础人体的脂肪分解 经常吃苹果 还可以防止肥胖 第七 苹果煮水 可以离气 化碳 合胃 喝水 是一种可以抗氧化的特色饮品 苹果这种水果 加热以后 它所含的多酸物质 会大量增加 这些多酸 就是天安的抗氧化成分 人体吸收它之后 不但能降血糖 还能降血脂 更加可以清除人体的脂肪 有效的提高身体的抗氧化能力 也能预防身体各个器官的老化 苹果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 放入碗中备用 现在 橙皮和罗汉果的水也煮好了 我们将这些渣 捞出来不要 橙皮和罗汉果的营养 已经煮进汤里 捞出来直接扔掉就可以 捞干净之后 把苹果放进去煮十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 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十分钟之后 苹果就煮软烂了 味道非常的好闻 香甜 直接装入碗中 就可以开吃了 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但是效果却非常的不错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